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年的任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他忘了他的权利是人民赋予他的吗 还是说因为他任期即将借满 他失去了台北市的资源之后 即将恢复为平日的阿伯 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的忧虑呢 另外一部分就是他花了近9000万元 所办的城市博览会 到现在竟然只有6万多人去参观 换算下来一个人的成本高达1500元 这样没太贵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看一下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 人家预算只花了一半4000多万元 结果人家真的是人满爆棚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另外一个火线的主题 其实就是连电前董事长曹新成 曹新成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他呼吁所有的县市长选举的参选人 都应该要宣誓抗中保台 让人民做一个选择 就没有想到当了两任的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却说保台不一定要跟抗中连在一起 就他这样的说法让曹新成批评说 首都有这样子无厘头的市长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蛮悲哀的 那另外一个必须要关注一个议题 就是美中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的议会在14日 要审这个台湾的政策法 这台湾政策法一审下去之后 有人就说等于美中关系 面临到一个分手的时候 变成要讲清楚说明白 未来到底是分是合 那对台海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性呢 我们待会一起来讨论 今天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北市议员简淑培 华丁姐好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卉州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正式委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另外就是政治评论员林玉慧 华丁大家中学节快乐 那晚一点呢 我们的备议陆军率下架 于北城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是今天其实要特别讨论的议题 其实就是柯文哲 昔日的阿贝 今日要你尊称他市长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签署 我现在就上台跟你签署 我不是跟你讲 我根本不想比你啊 那个是你的谁 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意组织啊 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 我没有资格上来 这是我的区域 所以市长你不签署是不是 我根本不想比你 这个不是我发誓的 市政再来 市长你不愿意签署 好的谢谢你 谢谢市长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 市长不愿意签署 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你秘书处用这么招责来 你市政府 市长旁边的人这么招责 你摸在桌这么多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到底在干嘛 柯文哲你在干嘛 你是直接叫我柯文哲是不是 啊不然勒 你要叫市长 为什么 要有礼貌 要有礼貌 对啊 要有礼貌 所以市长不叫柯文哲 李建商 而且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李善环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如果要这样我就把你嚇 我跟你说 书伯 他要把你嚇 他现在在教孩子 你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 那一个市长 在那里说要把你嚇 第二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不理解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前是亲民的阿伯阿伯 哄哄哄 现在叫你尊称他是市长 没你没你 我跟你讲你还少做一件事情 你要立正站好啊 我要立正站好 我相信民主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民选的官必须要立正站好 尤其现在这个越来越民主之后 人家都希望所有的官 要越来越亲民 你要越来越亲民 你的选票才会多 大家才会觉得说 你就是我自己人 我随便的时候 随时时候我都可以找到你 其实那一天的质询 我是有一点讶异 我觉得柯文哲 把我直呼他名会这一件事情 只控我没有礼貌 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转移焦点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一天其实在问他说 你说黄珊珊要接你棒 黄珊珊是最棒的接班人 请问黄珊珊接棒之后 他要延续柯文哲的市政什么事情 他说因为柯文哲的市政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有执行力的团队 他要继续延续 我说可是你知道黄珊珊上任之后 台北市的市政满意度 都是吊卡被吗 连续三年都是21名22名 所以黄珊珊当选市长之后 也是继续吊卡被吗 他答不出来 第二个 黄珊珊上任之后 台北市包含我们的秘书处的人员 用了比好龙兵多30个人 吓死人 对 然后还从各局处把各局处的公务人员全部调来用 又调了40几个人 总共多了70几个人 结果你的市政满意度还是吊卡被 而且你的市政满意度吊卡被 不是只有市政满意度 人民是用他的脚投票离开台北市 柯文哲上任之后到现在 台北市少了20几万人 所以他其实是给我问到 他不知道要怎么 因为我提出了所有的市政的证据 全部都是啊 然后一直不回答我 所以我问他说 柯文哲你是在睡觉哦 他就说 你不礼貌呢 你怎么知乎我名讳 你要我礼貌 要我礼貌要叫我市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他有没有礼貌 因为我真的觉得 别人讲谁没礼貌都没关系 就他不可以 你知道他多没礼貌 比如说我们刚刚影片一开始有看到 对于林颖梦的议员跟他的相关 就说你要不要签所谓的抗中保台 捍卫台湾这个承诺书 他竟然说你们这些没当过兵的 台湾至少有一半的女性的话 有很多男生没当兵啊 对啊 再来小朋友不要问那种 没有那无聊问题好不好 他是议员 你竟然叫一个议员说小朋友 不你是大家长的心态 真的是很不可取 你是要我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不用训练 因为你现在口气就跟军阀一样 然后还说 陷阵弹抵抗时钟保卫台北 我跟你讲 我根本不想理你 我管你去插 这个不好听 我们就今天中秋节不要弄出来 你没有资格上来 这是我的区域 下去 议员是代表人民来质询你 来监督你 他说你没有资格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等同于对我们 全台北市两百多位市民说 你没有资格监督我 我想请大家再回想一下 当柯文哲在批评任何的公共事务的时候 他是据理力争 他还是就倒数了这个谩骂而已 像他在批评蔡英文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直接叫蔡英文 他有尊称蔡英文为总统吗 他有实时称他为 这是我国的总统吗 那他在批评苏贞昌的时候 他有尊称他为院长吗 他在批评陈时中的时候 有这样子吗 他在批评任何的公共事务的时候 他是有带着职称 在说人家的事务是怎么样 他有认真的去探讨 这些公共事务的脉络 然后再去做探讨吗 还是随着情绪化 还是随着他当天 他想要冲网路上面的流量 他就到处就乱骂人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 他去鄙视女性 他去歧视任何人 这个其实是他骨子里面 这个我只能够说他家教不好 只不过我们过去 台北市是非常的倒霉 我们选出了一个家教 这么不好的人来担任市长 那本来也就算了 如果说一个家教不好的人 一个会鄙视其他人的人 他如果说市政还能做得好的话 那我们也就摸摸鼻子 也就认了 偏偏最重要的 在市政上面 他没有办法做得好 粗培我觉得你这句话回他回得非常好 你明明就是 俗人去演成英雄 真的 其实他这个 如果说他用这种态度的话 你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个是要特别关注的是说 你好像有发现说 他其实城市博览会的预算 黑白变 我们讲说八千多万已经这么多了 不好意思 人家其实还晚上千几万 藏在十九个局处里面 所以总共从头到尾是九千万 到目前为止只有六万人参观 对啊 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城市博览会 因为他是看到基隆林幼昌办的很好之后 他就临时起义说我也要办 你要办真好啊 你就认真办 可是他就是办得非常的唐突 办得非常的突兀 而且重点是柯文哲这八年 市政是乏善可乘 他唯一一个政绩叫做什么 叫做还债五百亿 除此之外台北市没有任何建设 所以你说你要办一个城博会 去告诉大家你还五百多亿 就不用了 柯文哲站在那里一直告诉他们 我就还债五百多亿 我就还债五百多亿就好了 我做也就是还债五百多亿 我都不要花钱了 我什么都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 我还债五百多亿 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骄傲的时候 可是你要东施孝平 学林佑昌去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你整个城市博览会就会非常的无聊 我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他把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的健保费 拿来当他的政绩 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太荒唐 柯文哲上任之后 其实好 65岁的长辈的健保费的补助 其实是在马英九成水扁的时候 就开始补助了 柯文哲上任之后在2016年把他删掉 说65岁变成70岁 所有的长辈非常生气 尤其那个64岁的长辈更生气 我又一个月我就满65岁 结果我要变70岁 柯文哲这件事情就被骂 骂完之后他在2018年上任之后 恢复了变成65岁 然后你知道吗 柯文哲最后脸皮的是 他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他的政绩 就一直宣传说 我补助健保费 这个事情我做得很好 我就要讲说 你这种没有政绩 然后拿别人的政绩 来当政绩 骗人 谁要去看你 第二个 你的市政成绩是吊车买 谁要去干一个吊车买的人的博览会 当然也是看林佑昌 五星级的博览会当然比较好看 他做了很多事情 你这种吊车买的谁要看 最再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你有编好预算 好好认真的做 你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你不是你用二倍金 花了八千多万 你还藏了一千多万 在各局处的业务费 你知道各局处的业务费 他都有业务要执行 你这样子东挪西用 然后柯文哲你好意思说 你叫做省前市长 是重点是 九千万花的一个城市博览会 到目前只有六万人去看 换算下来 一个人的成本 一千五百块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 将来我们那个捷运站 每一个站都重新设计 中秋廉价第一天 台北市长柯文哲 充当导览员 一一解说各区展览内容 我们十二个行政区 找了十二家大学 总结八年成绩的毕业展 但这参观人数 似乎不如预期 台北城市博览会 在中秋廉价期间 人潮明显比平日 还要来得更多一些 但是其实在八月二十七号 到九月六号期间 入场人次只有六点一万 讲其进入倒数计时 参观人数距离三十万目标 似乎还差很远 议员踢报 北市府为了冲振机 竟然不择手段 施压民团强迫参观 最近频频打电话 要求他们要交出 李坚士的名单 包括姓名电话地址 还要求李市长 要亲自带队 带领李坚士跟会员 去参观城市博览会 议员质疑 北市下达动员令 布置要求各局处 所下的协会 工会商会 交出名单各资 组团前往参观充人气 不能到场 还有上网帮忙充点月 平时申请补助的民间团体 根本不敢不从 只是台北陈博会 拿八千多万的二倍金救命钱 目标三十万人 完成度恐怕不到三分之一 对比先前六月登场的 基隆陈博会 预算将近四千万 十天创下一百零一万人参观 我不晓得那个 十天一百万是怎么 是怎么算的 一天十万人不得了 我倒以为数字是假的 柯文哲毕业展报争议不举一桩 议员踢报八千多万公帑 恐怕还只是表面 师傅藏预算 包括在环保局 客委会 捷运局 多达十九个局处 都有拿出业务费 配合陈博会作业 总相关支出达到一千三百多万 不只动用了二倍金 甚至无故预算的审查 把原本应该在各局处 做业务的业务费 挪用到这个陈博会来取办 实际总预算 砸下超过九千万 但开展以来 陆续被揪出满满缺失 一场陈博会 恐怕没被柯文哲加分 浪费公帕记录 反倒再添一笔 真的是一个陈博会 你看你没有政绩到什么地步 没有政绩到你要灌水 现在被人家发现 他的陈博会的这个 竟然是把一个北市TOD 也就是大众运输导向发展 刚苏培说 这个其实就连开案 他竟然把黄大洲 陈水扁 马英九 郝龙斌任内的 都给他杀杀进来 然后所以从头到尾 柯文哲任内只有大桥头 一个案子的TOD丸开工 灌得太严重了吧 只开工一案 就灌到43案 就当初在这个前瞻计划 你的时候 你柯文哲骂说 一群强盗在分钱 现在说一说 你不是分赃吗 你分赃分分的 还把你分的赃 搭在墙壁上 让大家来看吗 所以十七姐 我是觉得柯文哲 他到底为什么 第一个是说 现在已经即将卸任 感觉上他的暴力之际 好像真的是 把议员当小孩子在骂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他的一个 城市博览会 跟人家基隆 人家4千万 有100万人去参观 他高千万 要整一人 结果只有6万人 的确你知道 基隆那时候 办城市博览会 好多人都往那边挤 为什么大家会往那边挤 是因为 基隆博览会的 整个设计概念 是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展览 而不是像台北市 我的城博就是把我的 这8年来做的事情 贴在木板条上面 所以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也是因为基隆 的确做了很多的城市 样貌上面的改变 然后所以 大家就觉得 跟过去认识的基隆不一样 那个是站在市民的角度上面 感受这座城市 而带给他们的光荣感 我觉得那个光荣感的概念 是最重要的 可是台北市的城市博览会 他不是用市民的观点 为出发点 他是用市长 我个人的观点为出发点 所以不是用市民为主体 主体是我市长柯文哲 我有称市长 相当有礼貌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 我这个市长贴了这些满满的 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 你们这些市民 要来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就知道 我这个市长有够厉害 赞 而且我们搞不好还要 谢祖隆恩 对 所以我觉得出发点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柯文哲的眼中 其实不太有市民 他眼中真的只有自己 他用自己为主体的观点 去做出发 去做施政 然后去做展览 花这些钱 所以他 我们刚刚讲到 他对于林颖梦 对于简书培这些 监督他的市议员的这些态度 再加上他扮成伯的 扮得这样的 其实都展现出 我就是那个皇帝 我是那个在上位的人 而你们都是在下位的人 尽管市议员是要监督市政府的 可是他视这些监督的力量 你没有资格上来 因为我才是那个主子 你们都是我的奴仆 成子 也就是说他对于民主制度的恶意破坏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严重的 当王世间送你龙袍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生气 因为龙袍好适合我 我就是那个天下的王 我就是那个主子 然后今天林颖梦叫你签那个 这个这个 抗中宝台的 抗中宝台的 不投降的 承诺书 你没有资格给我上来 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 他心里面真心的认为 他自己就是个皇帝 所以他曾经是汉高祖 他也曾经是雍正 他也曾经是乾隆 他不断的在穿越时空 那穿越时空其实都是当代的那个皇帝 这就是他的心态 所以他尽管花了这么多的钱 去办了一个没有人要去 还用上对下压迫的方式 动员这个学校也去啦 然后里民啦 里长要带队去啦等等 去抽那个人数 其实我觉得都是他威权的上下 尊卑这样子的心态作祟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他为什么要破坏这些民主制度 你看看他花钱的方式 他用二倍金 二倍金其实是人民的救命钱 就是以备你不识秩序的时候 我花掉没有关系 然后其他的所有钱 藏在各个局数 我就是不要给你监督 你减苏培想监督我 门都没有 因为我隐藏在各个地方 你有本事你去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发现说 4999万 我合法逃避监督 你看看他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很要不得 那他现在为什么要东骂骂 西骂骂 其实就是因为创造声量 因为我是皇帝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真正的当上那个皇帝 所以我必须要有声量 开玩笑 我只剩下80几天 我可能就要卸任了 万一没有我的舞台这件事情 是皇帝无法容许的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创造他个人的这些 声量上面的价值 所以眼中只有自己 而没有任何其他人 是 那玉慧姐我想请教一下 他真的是很红丸 四倍公半 人家他花了9000万 结果又灌水 把四任市长的一些 政绩都纳进来 然后刚刚石琪姐提到的 又开始藏了1300万 在19个局处 规避监督 然后又暴冲人数 拜托人家 拜托民房单位 拜托什么 拜托西 一定要去参观 结果现在发现 你的文宣品 都被人家扶爆了93% 结果人家 七龙 十天 一百万人 他到底是发现什么事情 怎么会这样 好像没什么两个 我觉得简单 有三个形容词 来形容柯文哲 柯文哲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什么推倒蓝绿的高墙 他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人 他嘴巴常常讲出来的话 跟他所做的行为 完全是两回事 第二个 他是极度威权的人 他是一个极度保守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守旧 极度保守的人 所以他在骨子里面 他歧视女性 不管说过去对陈局院长 或者是对于 这个陈以珍 女性 他认为女性 你就去坐柜台就好了 这个都是他过去 曾经讲过的话 所以他对于女性 性别的意识 他是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他歧视女性 甚至于他觉得 他自己什么事情都很好 第三个我想要讲 他是一个完全目无法计的人 所有的规范 在他的眼中 别人都要守他的规范 别人都要守纪律 就他可以不用守纪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北市 我们有这么多的议员 其实非常认真的 想要监督台北的市政 你如果真的想要办你 八年的你的毕业站 我们不是说不给你办 我相信议员也会给他办 那你只要先 你把预算 先前一年先提列出来 然后照预算 你把它编列好 然后让议员可以去监督 你也可以轰轰烈烈的 你也可以热热闹闹的去办 就像登节一样 你都可以去办 可是他要用这种 偷偷摸摸的方式 所以其实就像 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 他这个其实起心动念 就是看到这个基隆办的好 可是基隆办的好 人家是有他的历史底蕴 因为基隆建成到现在一百年 他是利用诚如刚才 像时期所说的 基隆各个不同的地点 那他有的是古迹活化 那他有的是社区的再造 甚至于有些是 他把古迹再挖出来以后 他如何让他用新的科技 AR VR 能够让大家现在去观看 主角是基隆这个城市 但是柯文哲主角是他自己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你如果想要做你自己 你就必须要有料 你就必须要掏出 这八年来你做了什么 可是偏偏是这八年来 他忙着斗争 他忙着创造自己的皇帝 他忙着在弄他的民众党 他忙着就是整天在算计别人 整天在网络上面斗争别人 然后整天只会用尖酸刻薄的话语 去骂别人 他为台湾的政治 特别是台北的 整个的政治文化 创造了一个最恶劣的典范 所以其实柯文哲是一个 没有办法忍受寂寞的人 我觉得期待再过70多天以后 再过80多天以后 我相信在这场选举 以他的政党 或者是以柯文哲这个人 在未来的台湾政坛 应该他的声量会急速的消失 到那个时候 柯文哲将会使出那种 泼腹骂街也好 或者是那种莽夫的任何的行径 他会让大家更考验 是所以即将从市长变成阿伯的柯文哲 还会耍出什么样的招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柯文哲现在正在耍官威吗 一会呛议员 一会又酸参选员 然后甚至是双标 搞双标来按住 像是黄珊珊要出席 环南市场这个抽奖活动 他就当时说 我只是来看看好朋友的不行吗 那你柯文哲为什么当初 9月6号陈时中去打个球都不行 现在他去环南市场的抽奖活动 现在又可以呢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搞双标呢 那范老师 你认为柯文哲最近 好像吃了炸药一样 又呛议员又酸参选人 到底目的何在 我们在看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从他的一个从小 他的生长背景 或者他的价值观 我们才去分析他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动 我认为他对这个林以孟 跟对苏培的 基本他的这个出发点 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我们知道 林以孟因为他有官司缠身 因为他一个助理的事情 我认为他就是认为 林以孟不可能连任 我就是看不起你 我就是打你这个落水狗 我们知道柯文哲最崇拜谁 毛泽东 共产党值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 那他为什么对苏培长 苏培会连任 大家都知道 他有战力 他敢对王世坚吗 不敢 所以柯文哲永远是 用实力主义来作为他的衡量 你没有实力 你没有未来 你不可能连任 我干嘛理你 我就是做 你去死一死 就用这种话来讲 这一般人都不会讲话 管你去死 就表示轻蔑 我觉得瞧不起你 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 而且我比较要讲 他今天跟苏培一搭一唱 他还觉得他抬举你 他还觉得他抬举你 他导致我网路有声量 对不对 他还觉得说 我跟你一唱 表示他还觉得 你在我眼中 我还可以跟你 我还愿意跟你对话 对话 对 因为他常常去骂小英 你听他讲说 我要跟你吓一下 他还有保留 对 他还说起苏培 对他礼貌一点 柯文哲什么时候 这么谦卑 你还值得我出手 对 值得我 还让我 你有权力出手 对 其他人还不屑出手 因为一个是完全 不管他 完全是不管他 他还叫你不要接近我 感觉好像你 有没有觉得很荣耀 我们刚刚 他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办得毫无正当性 5月26号 今年远见杂志做的 台北市县市长的民调 柯文哲拿到四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是什么 六都满意度全台湾 全台湾六都最后一名 倒数第一 第二个第一 22个县市满意度 全台湾最后一名 这个22县市包含什么南投 什么云林 什么全包含 台北市好像很少这么烂过 这么烂过 第三个第一是什么 他的不满意度跟满意度 是最接近的 他满意度43.7% 不满意度43.1% 全台湾各县市没有说旗鼓相当 基本上满意度都高于不满意度 他是完全接近 只是他没有被淹过去 第四个 他的施政的打的分数 是61.9分 全国最后一名 就及格边缘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市长 还可以拜城市博览会 9000万只有6万人参加 表示我不知道台北市民 眼睛是雪亮的 没有人那么白目 跑去中秋节去看那个干嘛 因为完全是为你个人在做一个宣传 为你个人过去这八年的政绩 好像做一个点缀 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讲 中国有一句话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民调这么差 还有脸办这种活动 浪费民脂民膏 然后把经费藏在一些其他的处事 所以我必须要讲 用这种方式来掩然耳目 暗度陈昌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他做这些事情 他都有他的目的 2020年 大家不要忘记 总统大选韩国瑜拿到552万票 你能够552万票 可以当选多少立委 所以他现在觊览的是这552万票 国民党要紧张 因为今天当柯文哲 他今天骂李营梦 李营梦是时代力量 他今天骂简薄培 简薄培是民进党 谁看得爽 来人看得爽 讨厌民进党的人看得爽 这552票就是讨厌民进党 那我问你 今天柯文哲越这样用力 越这样大声 越这样肆无忌惮 甚至我们这种人 越这样招惊 他有的目的就是怎么样 吸引这些来人的人的眼球 所以我觉得他完全 达到他的目的 你去看柯文哲的声量 跟你现在去看朱立伦的声量 那能比吗 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博得这个声量 就他掌握了议会的战场 所以我觉得今天朱立伦要担心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在德国人天暴怒 他为什么暴怒 他就问到民调的问题 不是 因为他也想透过这个德国之声 来吸引蓝营的支持者 他故意的 第二个 他凸显他内心的担心跟焦虑 因为柯文哲 黄雀在后 只要把国民党的基本盘 全部整盘端走 未来他国民党怎么办 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柯文哲最近这么暴走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陈时中的声势 慢慢的真的是开始引起止罪的感觉 现在就变成陈时中之前的一个 免治马桶的风波 好像变成蓝跟白 看到了都开始猛K他 我们看一下影片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欢庆中秋也不忘温馨提醒 至于免治马桶政策影片 遭到网友移花揭幕恶意散播 竞选团队前一天报警抓人 引发争议 陈时中也再度重申报案 并非针对二创 在我所知道的是报案 那我们对于这二创 民党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尊重 其实大家长期来讲 我对这种创意的 对一向是尊重 但这支影片怕有所误导 它已经超越了底线 那在对社会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不只用说的 9号晚间脸书还特别po文强调 欢迎大家二创他的照片和影片 他认同年轻人的创意和活力 但重申自己在乎的是底线 而二创纷扰也让蓝白阵营 仿佛剪刀枪 对于蓝营紧要不放的 究竟是报案还是提告 具备律师身份的民进党议员候选人 詹静健也在脸书po文强调 现阶段不论是报案或提告 结果都是一样 警方都会开始进行调查 至于是否会进入诉讼 则是另一回事 陈时中再三强调 尊重创意是不变原则 但仍不能愉悦到得底线 否则不止政策失交 更会成为这场选战最快事犯 世伟哥看起来这个 民事马桶的问题 以及这个所谓二创影片的 相关的议题 好像让你们来疑 尤其是蒋万安捡到枪 现在突然之间 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 第一次认为蒋万安回答 反击还反击得不错 这一次针对二创我的影片 蒋万安说上书大人真机灵 没有 我觉得讲说 选举的一个攻防 彼此的一个系列大家注意 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范老师所讲的 你说林以某议员的 在议会的动作 事实上柯文哲市长 要叫市长 柯文哲市长 他确实就如同 刚刚范老师讲的 他瞧不起林以某议员 因为你除了 你的一个助理 费用诈理案的一个官司在之外 然后现在 他不是在胜率的选区 他是在大安文山区 他是跟简舒培议员 苗伯雅议员是同区的 那简舒培议员可以讲说 跟这一个柯文哲市长 他整个在议会的一个背语 相生相克 可以讲说 有寄出火花 那苗伯雅议员 他本身的一个声量也是相当高的 对 可是林以某议员 你现在听到讲说 徐晓鑫议员讲说 他在那一区的一个民调 他可以讲说 已经 已经变落选了 那你看到 他看到解数的议员 苗伯雅议员 他整个的一个声量这么高 他不会紧张吗 他当然紧张 他就做了这一个 拒绝投降的一个承诺书 请你前署 那当然 柯文哲市长瞧不起他 因为你就要落算了 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你越这样瞧不起他 你越中了他的套 他就是要套声量 声量整个起来 对他的一个支持度 满意度 有没有比较拉 拉深一点 那再回来讲说 陈时中前部长 你这个马桶的一个 免资马桶的一个风波 事实上就是说 今天早上 媒体朋友在询问 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在旁边 那就讲说 你想说如果说 有跟这个韩国的一个 这个电影熔炉片段 如果说你给他 哭手在一起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的一个阵营 讲说要提告 早上说要提告 结果网路炸锅了之后 好了晚上讲说 没有我们只是要报案 所以说你本身的一个 人设问题 你早上跟晚上 今天是中秋节 你不要月亮初一十五 不一样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你今天该怎么做 又怎么做 你今天已经犯错了 我也必须要讲 就好像说我们前两天 我们去市场扫街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个老太太 然后被撞倒了之后 没有错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或许 我们没有处理到很好 但是我们 谨言盛行 我们也记取教训 我们在这一两天 我们到市场去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阵营 我们多派了三四位人员 甚至于我们也希望讲说 跟这个当地的一个议员 参选人的一个助理 做合作 那怎么样子 把这个动线把它做好 甚至于在拜票的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大家 人员的一个安全 而且也注意 我们媒体朋友 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往后退的时候 也不要去影响到了 这个摊贩的一个店家 所以说这是我们继续教训 这问题是 现在柯文哲炮火这么猛烈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 其实讲话 好像有点被编用 No 我不这样子认为 大家也知道 讲说三喀都的一个情势 绿营当然讲说 你柯文哲就是 柯文哲黄珊 你就可以抽男人的票 但是民调做出来的 甚至于我们坊间听出来的 就是大家对于 陈时中前部长的一个 仇恨值相当的高 厌恶度很高 然后一些绿营的不投陈时中 要去投黄珊珊 反而是绿营的一个选票 要投黄珊珊 会比较多 才造成那个等级的一个三小型 我们蓝营的支持者 民调可以各方看出来的 我们流失的 差不多都是 讲话安的一个蓝营的 一个支持群众 有到八十几% 但是你陈时中的一个 绿营的支持度 你只有六十多% 甚至有的七十多% 所以说你可想而知 但是我今天讲 你柯文哲市长 你这样对林颖梦议员 你反而会激起了一些绿营的人 对你的一个仇视感 反而有一些绿营的 原本是跑到黄珊珊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回归到陈时中那边 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样操作 我会讲说你中了林颖梦的套 而且你也让你自己 对跟黄珊珊的一个形象 就打折扣 余将军补充 这点我跟四伟兄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想想看 当时柯文哲第一次当选 应该超过八十万票 他的票不低 八十万票是谁造就了柯文哲 绝对不是国民党 绝对不是国民党 是中间选民加上绿营的选民 造就了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的得票基础 其实就是中间偏绿加上绿营 否则他赢不了 柯文哲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现在想要去抢蓝的票 如果今天蓝的是一个很弱很弱 弱的跟去四年前的姚文志绿营 他是比较小区块的支持 那柯文哲就赢了 那偏偏现在蓝营揣的奖外 他并没有那么弱 他有一定的支持度 他至少姓蒋 他至少姓蒋 他有一定的支持度 那么柯文哲现在 他八年前 那超过八十万人感动的泪水 现在全部都化成 柯文哲在议会上 对李宁萌喷的口水 你知道这大家心中 有多难过你知道吗 泪水变口水 那个希望变成丢弃了卫生纸 心中有多难过 柯文哲很清楚 你看一个市长到底是情政爱民 还是要表现自己 刚上任跟结束这段时间 完全回复原状 不要讲别的 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的市长跑去新竹 跟人家新竹的一个 市长的参选人在拷路 我们在买没市场 所以他心中哪里有 这八十几万人交付的希望 台北市对他来讲不重要了 剩下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连演都不演 对三个月以后 根本就不是我当市长 当然他说 我希望交给的一个市长 当选人 不是对台北市好的 而是对我柯文哲好的 你如果说这三个市长 可能台北市有更多人选市长 这些市长参选人 我找出一个最棒的接班人 这才叫一个心胸宽大 为台北市好的市长 他不是 他直接讲了 他就属于黄山山 当选以后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政治生命 才能延续 不管是蒋万安当选 还是陈世忠当选 柯文哲在台北市 完蛋了 完蛋了 没有舞台了 所以他是为台北市民好吗 我想台北市民心中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你是为自己好 那么柯文哲为什么 往新竹跑呢 他现在有可能会赢的 就是新竹跟台北 那他为什么不到桃园 那赖湘宁我爸他讲点话 你有什么来桃园呢 桃园很多中秋节活动 我刚跑到差点了赶不及 很多活动 中秋节桃园 非常多的活动 你为什么不去 我看到赖湘宁一个人默默在跑 柯文哲去哪里了 因为他觉得桃园没希望 所以他就往新竹市 他看他 柯文哲这个人 就是大挑衍 他为什么不敢对减苏培这么凶 其实也蛮凶的 因为减苏培会凶得起 因为减苏培比他还凶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 撞回去 对 减苏培比他还凶 他为什么欺负林颖夢 林颖夢就是比较温柔 那一行的 你看如果他今天是对减苏培 对王世间这样子 那个麦克风 我都很为那个麦克风感到紧张 怎么可能可以对一个市议员这样 真的就是欺负他 就是瞧不起他 这不但是瞧不起一个市议员 我觉得他根本是藐视女性 太可恶了 刚才将军讲 彭时中的仇恨之 其实我必须要讲 台北市过去以来 对民进党 就是不是很有善的地方 这个苏培台支大安文山 那个文山区 因为我念政大太清楚了 那个真的是非常难 台北市的军公教的比例 台北市在族群上的比例 所以他本来就是对民进党 非常不友善的 1994年台北市 第一次开放民选市长 那时候国民党是黄大洲 新党是赵少康 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票有多少 55% 但是陈水扁 即便在这么不友善 那个时候刚刚解言 那时候民进党 我觉得我在当兵的时候 他不能叫民进党 叫插进党 民进党打个插 不能承认你 然后叫插进党 那时候就是把民进党 说成就是一个洪水猛兽 什么三合一敌人 然后这个暴力激进 陈水扁在那个时候 1994年拿到多少 还拿到43% 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还是很大 就蓝大 而且是台北市 可是我们看到了到2014年 经过了 那个是28年前的事情 到了2014年 经过了20年之后 整个改变了 反途改变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 在台北市这个艰困 对民进党极不友善的选区 民进党一步一步一步往上走 国民党一步一步往下滑 所以我必须要讲 国民进党过去选台北市长 最烂 你说像什么之前很不好的 像这个 当时我们看到像这个 谢长廷 像这个 即便他们在当时很不好选 苏森昌也选过 都有40% 所以民进党现在 我刚才这个 说卡路民进党 有人去投黄山山 我觉得到最后会各自归队 民进党起码是40%起跳 40%是民进党的楼地板 是城市总统楼地板 但是40%是这个 蒋万安的天花板 所以民进党 所以我刚才讲过 不含连世文 不含丁守中 最高多到40% 我认为这次他要怎么去跟黄山山PK去分 他绝对拿不到40%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状况 我补一下 真的 范老师这样矛盾 你说2014 联盛文跟2018丁守中 来赢的票 虽然没有增加 但是也没有掉 柯文哲 刚刚余嘉靖讲说80多万票 你2014 让你做四年的时间 你到2018 你变不到60万 你已经流失了 那你民进党 那是因为柯文哲做不好 你民进党 你讲说你会成长到40% 那是以总统的局来看 但是现在撒卡都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讲说40%就是蒋万安的一个天花板 不要忘记 如果以2018 2014来讲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持平 我们还有向上的空间 但是我必须要讲 民进党确实是往下降的 那柯文哲确实执政不好 所以说他80多万 剩下不到60万 大家可以共同 所以玉慧姐 是不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很清楚知道 蒋万安的感觉上 紧绷就是40% 他们现在毛起来 抓住这个二创的议题 开始一直毛起来打陈时中 其实二创 因为我们现在的选举很多的哭手 哭手就是某种形式的 二创 所以当第一时间在网络上面 之所以会因为陈时中假设说 退一万步讲 假设说陈时中如果针对 二创这件事情 如果来提告的话 网络上面其实一定会有很多很多 这个感觉到愤怒的一个声量 所以这陈时中 马上他就反映过来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 他去做一些的哭手 他去做一些的梗图 这些其实老实讲都是二创 但这些二创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 你是不是 你有没有恶意去曲解人家的意思 你有没有去抹黑人家的意思 你如果是曲解人家 去抹黑人家 这个是陈时中的阵营 现在要去讨论到的 如果说有政治人物 比如说徐巧新 比如说有个粉砖 去恶意去曲解 去扭曲这个意思的话 甚至于去导到说 这个是某人偷窥 这种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其实又讲到第二个议题 讲到二创 老实讲我觉得真正要告的人 要提告的是谁 应该是韩国的骗商 真的要告的是他们 因为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要告的侵权 因为那个是智慧财产权 那是版权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 他们在CUSO 这个二创 我觉得还好 他们最后有做一个修正 那你反观 像刚才市委虽然说 他们现在有派人员 有做先前 可是问题是 我们在选一个市长的时候 我不是选他派多少人员 那到市场去扫街的时候 我去选那个派遣人员 不是 加强人手 加强人手 我们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市长 第一天撞倒了一个 九十多岁的奶奶的时候 那他站在那边 他是不知所措的 第二天 他连撞倒一个花盆的时候 他一样也是呆愣在现场 也是不知所措 所以他因为可能 是会在他旁边 是会在他旁边 让他这个马上就知道说 上书大人真机灵 还懂得转风向 还不错 他总算知道说 要变风向 总算知道反应要快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是选的是市长 如果一个市长 市市都要市围 在旁边提醒的话 那我干嘛市长不选市围 市围就出来选就好了 我提醒了 刚刚就是那个 早上的一个联访 那个是这个候选人 自己本身的一个 好了 我只是在旁边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 人设 人设 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 特别是许晓鑫 很喜欢去讲 陈时中的人设 人设第一个 这是中国的用语 我不是说人设这个东西 这个人设 我想我们在网路上面 其实很多人都会使用 但是人设 陈时中的人设 到底是陈时中自己在设定 还是蓝营的人 在帮陈时中 所谓陈时中在设定人设 我觉得现在其实 包括许晓鑫在讨论 陈时中的人设很乱 怎么样 其实这些都是蓝营 他们想要 让绿营的选民 好像感觉到 对于陈时中的不信任 对于陈时中 好像觉得说 为什么他会选举 会选得这么乱 其中的一个用心 所以我觉得 其实陈时中他在选举 他稳稳的去走 我觉得就好了 我想补充一下10秒钟 因为我特别问了一下 陈时中竞选总部 你们要告二创 到底是要告什么东西 然后陈时中进办 告诉我的说法是说 没有要去告 而是说 他们有非常多 绿营的那些年长的支持者 因为他们都用LINE 所以他们在LINE的 这些群组当中 看到非常多转传说 陈时中是个色狼 陈时中支持头盔 所以对于绿营支持者来说 天哪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要报警 因为他是一个错误的假讯息 而且搞不好把它传到最后 说陈时中曾经去偷看过别人 对 然后因为现在就用LINE 这样子到处传 然后不断的在散播说 陈时中就是一个支持偷窥的 什么什么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算不算是 错假讯息 当然算 那所以陈时中阵营就跑去报案 就是希望警方可以查出来说 这个LINE的错假讯息 不可以再流传 所以事情的轴线是这样 而不是说 陈时中阵营完全不准二创 开什么玩笑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 自己都在玩二创 那也因此就是这些 我觉得要分辨清楚 就是说选举 就正正当当 开大门走大路 不要用一些错误的这些讯息 然后去扭曲说 你看他们都不要 他们都要告网友 我觉得那些都不是真实 所以还是开大门走大路 光明正大的去打选战 是 数票补充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这个二创的部分 因为它的虚假讯息 其实已经传到 连我的地方的 这个LINE群组里面 都已经有收到 然后讲的就好像就是说 陈时中 陈金 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是个变态 是个色狼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这不是事实 就是说这个影片 有这样子的形象出来 被抨击之后 被批评之后 其实我们第一个 总部已经改变了 那你国民党 如果你想要攻击 那你就照事实攻击 你可以说你们那时候影片 在发想的时候很不应该 而不是把这个画面 拿起来做转传 然后结果被批评之后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报案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说 这讯息你如果收到 这不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结果没有想到 徐晓星跳出来说 不要告连我一起告 我要先问一下 徐晓星是不是这个 这个讯息是你传的 不然又为什么要告你 对不对 这个是假的事情 有这个影片 但这个影片 不是这样子的行为 不是陈时中有去偷窥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 结果徐晓星你现在跳出来 滴沟倒菜都 就要讲说好像是 陈时中要伤害这个网友 要把这所谓的 二创的这种创意 全部消灭掉 不对吧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 其实有一些猪队友 包含徐晓星 包含王洪威都是 徐晓星之前打什么 打这个所谓的 陈时中里面的 这个竞选团队里面 很多的所谓的什么二代 可是这个二代都在 第一线做工 刚刚四维大哥讲说 很多的先前部队 我们现在国民党为了 我再次强调不是先前部队 是我们在拜票的行程 我们增加人力 我告诉你先前部队 先前部队也应该 我自己也当过先前部队 过去选总统的时候 我们先去场刊 看这个候选人来之后 要怎么走 才不会造成民众的困扰 这都是先前部队 先把地方场刊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告诉你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做好这些工作 才能够让你的候选人加分 所以先前部队 你们是没做 没关系你们的事情 那我要讲就是说 你包含这些事情 因为蒋万安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国民党就整个荒江走板 那你徐晓星跟王洪威 把这个陈时中的 竞选团队里面的 所谓的政二代拿出来做批评 就被人家讲说 你自己讲我 我们当时讲四代 讲四代 讲四代 叫厨子的人要出来算 而且他从美国回来 没做过 没在政坛做过任何的事情 也没有做过先前部队 也没有做过随护部队 就直接选立委的人 现在马上要选市长了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人设 他们现在在攻击 陈时中的人设 有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徐晓星 第二个就是王洪威 王洪威那一个 去陈时中在上海里 他们两个到底为什么 要攻击他的人设呢 我们休息一下